开场啊 看得出来 女族姑娘们还不是说非常的进入状态 刚刚出现了一次传球的失误 今天这场比赛一开场 我们的女族姑娘还是需要 尽可能的先控制住皮球 先稳定住我们自己的节奏 今天越南的打法还是比较的明确 就是防守反击 哎 两个人撞到了一起 这次是利用越南后场的失误 来看这个球 送的怎么样 可惜了 马晓逊 最近一段时间 布鲁诺比尼也是一直在训练当中强调进攻 尤其是对于中国女族啊 进攻的一些战术演练 都是比较多的 这个产球其实并不理想 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攻门来自于越南的中场球员 阮氏令 抢的确实是很凶 7号的人贵心来自于长春的姑娘 承拨出来 承出来 王树 好的 这个球倒是体现出了一定的穿透性 莱康在边落 传进来 这个球 球传的有点臭 好的 这次是对方能这样的 球奔球 今天我们所能够拿到的大理应该是比较多 关键就看全门在进攻端把握机会的能力怎么样 现在日本大阪的气温应该也不是特别的低 边路有传中的机会 后点 好的 这脚打能怎么是打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 有些可惜啊 两个人抢到了一个点 这次张锐的传球没得出 很不错 血脚上来 血脚 左脚的传中 不是太理想 右路再传进来 原来是这边的 右球很危险 好子 现在黄如他的身高 这是一个短板 如果长得高一点 这个球会非常的危险 黄如 这次血脚的速度很快 血脚的这个身体速度 是影响要强力对方任何一名进攻球员 今天越南这边啊 是真的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不给边 败了半天也不给边路 这边的7号 软氏雪蓉 好的 这下球虽然挺好了 但是面对对方两个人的扑桥 第一时间啊 没有做出动作来 传得很清楚 这次对方出现了失误 15号的楼家汇 跟进的打门 直接打到对方圈的身上 继续来 边路的传中 但是这一脚传中啊 太过靠近于门镜 传后点 外围跟上来 还是想把球点上 点到点出点附近 现在对方进区内比较乱 领得很清楚 哎呀 怎么打成了这个样子 张锐 一脚是抽到了皮球的底部啊 不太好去控制皮球的高度 尽管对方进区内 防守权很多 顶了半天 这个球就是顶不出去 楼家汇这球做得 很不错 是吹了一个点球吗 是吹了一个点球给中国队 我们再看一下啊 的确是有犯规的动作 11号的王深深 利用自己的这种 护球能力 拿球能力 王深深 这一小步啊 想把球领出来 给了对手犯规的机会 这下领得很聪明 这是中国队 取得领先的绝佳机会 居然没进 点球啊 居然被对方的门将 邓氏交针给铺了出来 李东纳这个点球质量太低了 浪费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真的太可惜了 李东呢 用右脚 搓的这个球是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还是高的 后点 有机会 卸下来 看这次 球进了 终于球进了 十七号 这是 应该是古亚杀 我没有看错 在中国女足刚刚错失一次 点球量级之后 通过一个角球 中国队取得了 破门 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这几次角球 都很有目的 就是找后点 就是利用对方防空能力不足 我们今天已经几次 在后点可以轻松的拿到 另外一端 给过来的 比较高的这种传宠球 荒如 这次拉边之后的传宠 没有威胁 能将赵琳娜 可以轻松的把枪拿倒 另外奥大利亚女足 还毕竟是这种 欧美人这种身体条件 也非常难对付 又是点球 今天墨西哥的主裁判 蒙特斯很给面子 而且这次应该是任贵心 利用自己的护球 制造对方16号 软式闭催 没错 软式闭催 这是有一个在进军内 压人犯规的动作 很危险啊 差一点 又被门将扑出 这样的话2比0 还是蛮悬的 越南队这边的攻门 还是蛮危险的 8号的软式亮 长传 张瑞是可以追上的 追上之后一对一 这球做得不错 看刘三圈这个球 北深拿手 外卫直接抽一脚 可惜把球抽飞了 这一次进攻的套路 清晰程度 以及连接的成功率 都非常理想 连续的攻门 这个时候 门向赵迪娜 没敢出来 今天2点抽 基本都是我们的 好球 再传进来 中路 外卫还有机会 直接选择了打门 卫亚山 其实在他下场治疗的时候 正好球队 被判判了一个脚球 这次的产球 有点危险 要小心中路的保护 这是越南女足 今天最好的一次进攻机会 好球 边路送的很坚决 没有直接给出来 二点球还是我们的 直接来一脚 又打飞了 这个时候 来最多的撒动员 蒙特斯是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